Hello大家好,我是小金果,我是蘑菇 那今天呢,我們給大家帶來一期淘寶購物分享 一定是你們喜歡的 對,一直大家好像對淘寶購物分享都有著迷之熱愛 如果你們有什麼特別喜歡的店鋪 不管是衣服的還是什麼小屋的 都請彈幕分享給我們好嗎? 我們一定會去看的,一定會去看的 那我們就先進入主題吧 你先來 你們可能會看到我們倆的同樣的妝容 或者同樣的背景 錄了好幾期 錄了好幾期視頻是因為我從這週一直到元旦都不在國內 然後我要出去玩了,所以我們倆就要囤積一些視頻給你們看 然後因為要出去玩了嘛,所以我就買了一些出去玩的東西 首先我買了一個,說是泳衣還是潛水服的一個這樣的東西 泳衣吧,我特別喜歡它 我會把它那個模特的圖貼給大家的 然後它前面是會有一個這樣的漏的 我已經試穿過了 就雖然我是小胸,但是它又不會深微到那種會讓我尷尬的地方 所以它也是小胸友好的 然後它是長袖的,你就可以去浮潛穿啊什麼的,就不會怕曬了 然後雖然它看起來是個保守款 但是它就是個高叉的,就嫌推很長 我就特別一直想找一點這種高叉的 就是泳衣,我找了好多家,然後翻了好幾天 終於找了一個各方面都令我滿意的就是它了 它裡面還有這種鋼圈的托 就是雖然你是小胸,但應該也會給你的胸造成一個 因為真的很難找,尤其像我這種身材不太好的 要不然有的就是小胸部友好啊,要不然就是裡面沒有墊 當然後面是這種拉索 要不然就差不夠高啊什麼的 要不然就是太暴露啊什麼的 就是這個真的是各方面剛好 就是這樣 我再說個衣服的,是這個,我先說一件 身上的這件,對吧 這個是我雙十二的時候 然後在Topshop天貓旗艦店買的 然後它我可以把那個就是摩托上身的圖 如果還有的話我會放在這個地方 等於有可能賣眉了 然後它是,站起來給大家看 它是一個就是這種短款的 我特別喜歡這個地方 它是沒有收邊兒的 然後它是就是這種,直接剪出來的 對,直接剪出來的 然後它這塊是有一個就是這種刺繡的小字 然後整個呢它就是這種有點發那種有灰度的粉色 然後但是有一點我是要吐槽這件衣服的是什麼呢 就是這塊,就是它這塊全都,我這剛穿了第三次吧 它這塊已經都起球了 而且材料,我覺得外邊好像也看著會容易起球的樣子 對,然後它裡面是那種融融的 對,就是反正挺厚實的 我想說裡邊起球,無所謂 那就裡邊起,外邊不起就還可以 然後這個就是還挺喜歡的 就是這個顏色我很喜歡 然後下一個也是在Topshop買的 然後這個衣服我也還挺喜歡的 它是就是,它這塊是有那個就是釘子 然後那種感覺上就可以露出你的一部分肉 但是除非你就是穿的很撐哈 但一般它不會就是這樣露這麼多 它就是隐隐約約一道份 小心機 對,然後它是一個這樣純白色的 然後這塊是那種金色的,我覺得還挺好看的 對,然後它這個袖子呢 不是那種特別貼身的袖子 就是還有個像那種就是韓服那種感覺 對,有個那種小的兜子還是什麼 裡邊可以裝點什麼小零食什麼之類的 餓了就從裡邊套出來吃 就適合那種上課的時候乾的 大家不會真的以為它裡面有個兜子的 其實沒有了,開玩笑了 對,反正是這樣 這件衣服在我們的生蛋妝容裡面出現的過 對,生蛋妝容我出現的過 可以去看 然後我也有個Topshop 就是JAMY這條褲子 這條褲子呢我之前很早就買過了 但是有一天我上班的時候 我在試試午飯他們說 欸你的褲子怎麼特別尷尬的時候 我屁股後面就是開了一條這麼長口子 反正就被什麼東西不小心刮到了 然後我沒辦法 不是屁股,是屁股以下大腿以上的那個地方 就是之前曾經很流行的在那塊開一個口 我們可能會把圖放在這個地方 就是這個地方 同時還以為 你怎麼突然走在流行的尖端了 其實並不是 但是他還等了好久 他猶豫了又猶豫才問我的 然後後來我沒辦法就去買 好,那時候是趕在黑五的那個時間 然後就還挺划算的就買了 另外一個東西也是我要出去玩用的 這套東西其實是我從被探裡的 我倆一起出去玩了很多次 他每次都會帶那種整理袋 然後把不同的衣服 然後我就是那種一打開 然後就很煩 會噴出來衣服的那種 然後這次我也就買了這個 就是這種粉色的西瓜紅 我覺得還挺好看的 然後這個是送的就是一個洗術包 還挺理會的 這個洗術包我覺得還挺好 然後他就分 就是這種是像就是裝的內衣內褲 然後還會有大的 或者比基尼都可以 對,裝衣服的還有裝鞋的 反正就大概好像七件套還是八件套吧 然後幾十塊錢 我覺得就真的挺方便的 假如你經常出去玩啊 或者經常出差啊 我覺得你應該備一個這種東西 要不然就那個箱子 你就會,尤其是你要換好幾個酒店的時候 你一收就特麻煩 或者就找不著東西 一翻就天翻地字 而且有的時候就是好多東西 比如說你髒衣服跟乾淨的衣服放在一起 它也會髒啊 對,不乾淨不衛生 這個就比較衛生 好,然後下面就是我的再來件衣服吧 是這個 這個是我在Urban Outfit買的 然後是一條褲子 然後是這個BDH這個牌子的褲子 然後好像之前是那個 什麼Savis 什麼就是也是一個美妝博主 然後他好像就是也挺愛這個牌子的褲子 然後這個褲子呢 是那種九分褲 然後是這種高腰的 然後可以就是 就是就是就是 就是這個樣子 對,然後它是高腰的 就會顯得你的腿還比較長 然後它又是九分 就把你的腳踝最細的那個方向露出來 對,就是還挺好看的 然後這個褲子 但是這個褲子 都說這個褲子說大了大了大了 然後我就買 其實我一般都穿26的褲子 然後我就買了一個25的褲子 然後我的胯其實挺大的 然後我屁股有點大 然後它那一塊 就把我的那個褲子 就因為你看它這塊 它這塊其實並不大 就是它其實還是就是 就是沒有那麼一個就是 不是這樣的 對,然後它這塊 就我得緊緊給我估住 對,就是 我也有一條那個褲子 對,就也不會顯得你胯很大了 但是就是收尾有一點點緊 所以為了這條褲子 我要瘦到95斤好嗎 我現在立下這個試驗 對,你記不記得 夏天有一條 然後就是我下面老玩起來穿的那褲子 就是它的褲筒很肥 然後那褲腰呢 我穿也是逛的 對,但是就是這屁股就是緊緊的 對,緊緊繃繃的 這到底是我們的身材是怎麼 我覺得是這個褲子的 對,不是我身材的問題 但我也要收到95好嗎 然後我還有一個就是為了出行買的是這個 其實之前我們兩個買的是那個 元丹的Hurryboard 然後我倆真的穿了很久了 然後我的那個就後來 我還有一天在家洗澡的時候 這是斷了 所以我這次還出去玩 所以我必須再買一雙人子托 然後就買了這個 這個也是一個 這是鷹潭的嘛 對,反正是一個就是巴西的牌子 就和漢馬達差不多吧 然後就是我找了好幾天 就想找一雙好看的嘛 然後漢馬達什麼 就是我是在雙12買的 所以還這一雙應該是200塊錢 但是比漢馬達稍微貴一點 但我真的覺得它就是這個 這個橡膠 就是一體的這個小花花 好像有點看不清 就是它是有這種小雕花的 我真的覺得這個還挺好看的 然後反正我覺得就是 145和200就差不多50塊錢了 而且我買了一雙就是每天洗澡都穿 所以就買了一雙稍微貴一點 它那個還挺軟的 對,我覺得它設計的特別好 是這個地方就是特別軟 而且就是有好多在淘寶上 你買的人字托的問題是它的接縫 就正好在你的腳趾頭那個地方 就會特別的磨得慌 它是把這接縫做到兩側 而且它是凹進去的那個接縫 就是你皮膚接觸不到這個接縫 挺人性化的 嗯 好,然後下面呢就是 再來一件衣服 對,我這個 我買了好多衣服 我雙十二一共買了七件衣服 然後還有四件衣服 還在路上沒有運到 就是這個 這個我是在金蘑菇菇那家店買的 就是 然後我之前還挺喜歡在他們家買衣服的 但是我還在他們家買一點大衣 就我大衣還沒有送到 然後但是後來的話 就在他們家買衣服 雙十一買到現在還沒送到 對 然後雙十一買到現在還沒送到 就是因為我搶不到 我就搶那種二十五到三十天 就你要等好長時間 後來我就不太想搶了 就不太想等了 但因為那件衣服正好是我還挺想要的那件衣服 所以我才就算了 無所謂吧 但是現在北京根本就穿不上那件衣服 然後它這件衣服呢是那種 就是珍織衫 然後是那種有點擴型的 蝙蝠袖的這種 對,對,可能 啥也看不見 並看不太清楚 我會在這裡放上那張照片 對,我會放上那種照片 就是模特照 好嗎 然後它這個袖子呢也是那種擴型的 就是我當時以為 特別的厚實 對 我當時接這個壞地的時候 我以為是就是 兩件衣服一直也給我寄過來 因為這個真的超級沉 對,你穿上衣服 感覺戴上了一套盔甲的那種感覺 對,但是我感覺就是質量應該還可以 嗯,就是 好咩 然後還有一個是我買給我們倆的東西 就是之前我們兩個錄那個耳飾分享的時候 然後 堅果就從就是 因為它老不摘 它那個就是小筋豆吧 所以那個 不是那不是小筋豆 這個小筋豆是這個 然後當時我戴的是一個粉色珍珠的一個耳丁 那個粉色珍珠我覺得是什麼 因為它是銀的 然後它會長那種什麼銀綠啊還是什麼 反正它耳朵裡就出現了一些奇怪的污垢 然後我們兩個就 分泌物 對,然後我們兩個就買了這個就是清潔耳线 但是可能我覺得這個東西還是跟體質有關 因為它整體就是 就是它的什麼耳屎啊頭髮啊都是比較油性的 而我就是所有的從上到下都是乾的 然後我們兩個就買了這個 然後這個就是你要拿這個線沾這個水 然後去穿過你的耳洞 它就會很好的清潔 像牙線一樣 我就是什麼都沒清潔出來 所以就是還是看你自身的情況 假如你是很容易 就是產生這種油垢的話的話 那我當時拿這個清我也沒清楚什麼東西了 因為之前大家那天一直試一直試 而且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有這個問題 就是你打完耳洞 然後就是有的時候它會有那種分泌物 然後你臭臭的 我的天啊 反正好尷尬呀 對,大家就可以就是循著清潔一下 就或者你拿那種酒精就是弄一弄我覺得也可以 下一個呢是手機殼 對,我是換了一個叉 然後就是我爸做一個生日禮物 我兩個在會議室裡相繼就是搶這個 就是因為魔舞妞就在我面前搶 然後被她搶的弄我也想搶 然後就沒想到還真的就搶上了 但是它那種就是 好像就是那天大家都買到 我就買了一個這個 我買的這兩個都是那種 就是帶那種藍色偏光的 我還覺得還有點炫酷的感覺 然後這個是那個水丁月 然後這個就是因為我還挺喜歡迪迪士尼的 它就是有點那種很卡通的那種感覺 然後我也就是因為換了這個手機 然後我也買了一個新的手機殼 這個手機殼我是很喜歡的 它是一個小恐龍 就是很可愛 然後它是磨砂的 就是手感非常好 就是我喜歡的騷騷的小黃色 然後最重要的是 就是因為它這個手機其實挺長的 就是雖然它寬度沒變但是很長 我有的時候會怕它就是從我手裡掉出去 所以我就故意買了一個戴這個環環的 我以前從來沒有買過戴環環的手機殼 我這次覺得真的很好用 尤其早上起來化妝的時候 你就把它立在那邊一邊看視頻一邊化妝 這個還整個就是實用的 然後這兩個我就不細說了 因為之前它都介紹過 我其實是從它那被安利的 一個是這個Position Formula的 就是它一舉兩個又可以畫眼線 然後又有睫毛增長功能 然後另外一個是這個戀愛魔鏡的 就是那種小刷子的 然後睫毛膏 這兩個都是從它那安利過來的 我覺得就是真的還是挺好用的 但是這個我覺得有點考驗手法 就是你剛開始會不適應 就和那種毛刷的刷條的感覺很不一樣 你要熟悉幾天 你才能改到它的好好 然後下一個這個是我 雙11的時候在京東買的 然後這個 然後當時它還配了一瓶 這個是多少毫升 這是500毫升 它還配了一瓶100毫升還是75毫升的 反正就是你可以帶出去玩的時候用的 然後這個呢是我就是挺喜歡 它是那種松樹的味道 昨天你用了這個吧 它是那種松樹的味道 然後但是它說是控油的 但它又不會把你的頭髮洗的特別乾 但是就是會感覺頭皮很清涼 就是洗完之後頭皮會感覺很清涼 但是頭髮就是還是正常的 不會那種特色的那種 所以這個我還是挺喜歡的 然後呢 我要給大家說一個護理的 就是這個 雙11推薦的 對雙11推薦的 就是那個女性私密處的這種護理液 對我覺得就是大家也要注意一下 就是就是私密部位的衛生 這是我們的小花園 我們要把它護理好好嗎 對就是可以買一個它 然後它這個就是其實這麼一大瓶 還能用挺挺久的 因為你就洗那麼一點小丁 小摩卡 然後你就擠一下 然後你就擠一下 你能用好多 然後我要大家教一個 就是非常私密的小tips 就是呢 一般就是如果你要想打泡的話 你都會就是用那種就是打泡網啊 或什麼之類的 但我還覺得就在私密部位 如果你要用打泡網的話 打泡網會不太衛生或什麼之類的 然後如果說這個方法 你也可以就是用到沐浴液啊 就是雖然有一些小害羞 但是確實很實用的 你就可以以後都不用買打泡網了 就是呢 你把這個東西擠在手上 然後呢 第一個位置呢 就是放到你的就是 森林的那個地方 然後就在森林的地方 使勁搓搓搓搓搓搓 其實它的原理都是一樣的 就是用那種就是毛髮的那種空氣啊 或者什麼之類的 就是讓它產生泡沫嘛 在你搓搓搓搓搓搓搓 就會產生豐富的泡沫 然後你再可以在就是全身手 亂就亂就亂到各種地方用 這個是我們兩個 第一次拍視頻的那天 是嗎 第二次拍視頻的那天 也是拍一個淘寶購物分享的 他交給我的 我到時候震得 震得很好用 真的很好用 尤其是就是用這個的時候 我幾乎每次都會用 但是沐浴露的時候 就假如說你出去 你就在酒店 那種酒店沒有就是打泡網的時候 我覺得還是可以用一下下的 走 好我們說 然後 然後我在雙刷的時候 又買了一個電動牙刷 是因為我之前那電動牙刷壞了 然後我就覺得就是老子上道了 我再也不會花那麼多錢 去買個電動牙刷 而且我發現就是其實每天 我也不會用那種各種的打 我只會用一個打 然後刷完了我就走了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比較便宜的 這個呢也跟它是同款的 然後我 因為我們倆老出去玩 我知道它是綠的 對我那是綠的 然後這個其實還有一點就是 它其實也不是僅僅只有一個檔 它有三個檔 就是第一檔是好像是強力檔 然後第二檔柔和檔 然後第三檔好像是美白檔 對對對 然後因為我知道它用的是綠的嘛 然後我就怕我們倆出去玩的時候混了 我就特意買了一個粉的 就這個性價比其實我覺得還挺高的 400多塊錢 對就是可以換什麼 然後因為我那個黑的我還有一個頭沒用 然後我還試了一下 這個那個頭也能插到這邊 因為都是菲利普 對就還好 然後下面下面就是這個 這個呢也是我們兩個人雙11買的 就是這個 又天蘭的這個面膜 終於買到真的了 然後就是 但是我們上次 咱們在日本買的 又天蘭的面膜好像裡面是5片吧 4片 是4片嗎 這個裡面是3片 3片還是4片 我不記得 咱俩去日本根本沒買上油片 對對對 沒買上 買假的 反正這個就是我們當時還想說挺便宜的 然後一盒40多塊錢什麼之類的 然後豚點 然後一個是櫻花的 然後一個是這個紅色的 我 因為我們兩個人就是核單一起買的 就是三個紅的 三個櫻花的 然後我拿兩個櫻花的 一個紅的 一個櫻花的 我覺得就是這兩個香味條件 我其實更喜歡紅色的 因為我覺得櫻花的這個味兒 我覺得沒有紅色的這個好聞 就是它還有一種花香的就是內蜜味 這個的味道有點刻意 對 然後這個味道就是還是比較好聞的 而且它倆包裝不一樣 你發現了吧 就是它倆這個包材 你摸 就是這個是薄的 這個是厚的 就是 哎呀這是新款嘛 無所謂 但是我還是更喜歡紅色的一點 對 如果以後你們再買的話 你們就可以直接就買紅色的 好像就是粉的還莫名其妙的 貴那麼一丟丟 但是使用感上我感覺是沒區別的 就只有味道有區別 對對對 你還有嗎 沒有了 那結束吧 就是一期開心的你們喜歡的淘寶購物分享 對 那如果你喜歡這個視頻的話 不要忘了那一連串的 一條龍服務 就是投幣彈幕 點贊 評論 收藏 關注 然後其實每次我們做淘寶購物分享 都有好多小夥伴去 來找我們要那個鏈接 但是其實 嗯 有的時候我們買完了那個店 就下架了呀還是什麼的 然後有的時候我們改了評論的時候 然後可能就會被刪 就會被刪掉 對然後 然後那個簡介好像也不讓我們放鏈接 對然後所以我們現在想一個辦法 可能 我們會放到我們的微博裡面 然後如果你們要是想看的話 可以關注我們的微博 去我們的微博裡面找一找 嗯 好吧那就這樣 下次再見 掰掰